我过去吓我了一下 到了程度就一直在下雨 今天终于放晴了 我妈说房车里面出来偷会儿气 我一专事的购物她睡着了 这家睡的 这俩睡着了 犯困了 中午我妈给坐在东北蹲打牌子 晚了我给他俩做红枣排骨 排骨出锅了 看这红枣排骨 太好了 马上都是两碗大米饭 太香了 这太香了 其实带老人去旅行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天天看见你 看我妈多阴着 给我做酱茄子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妈做酱茄子有特色 我妈做酱茄子 不放酱 就放油 从小就这么吃 长大的 好吃 你们吃的茄子里有茄子吗 开饭了 看我做的这红枣排骨 我妈做的这个没有酱茄子 赶紧来 快快吃排骨 谢谢 别耗炎 儿子 你耗别的儿子 我妈一天枕头 咱家我妈呀就是我的开心目 这刚吃完饭又下起了小雨 这恐惊人好下了这种小雨 这次我带着我妈出来旅行 只要镜头对着他 就必须得拿出来年轻时 当领导的那个说话姿态 我感觉老可爱了 这是农亚院多好 这是防撤营地 这不是农亚院 防撤营地 下雨的坐着都不凉 凉是有点凉 但是身体很热乎 那啥 你截了耳朵上了吗 一一同年的哦 那啥 小时候呢 小时候呢 哪有在环境呢 这小时候都吃饱饭就不错的 这个拉倒吧 在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 已经吃了很多苦 把我们拉舌长大 他们也就老了 所以我现在要让他们的晚年生活 无比的幸福快乐 现在我太子 赶上以前的黄子过的日子 哎呦 到了晚上 这雨啊也没有停的意思 房车旅行一旦停在营地 用水电无油 生活上还是比较便捷的 我妈呀 还拿我当孩子 这早早啊 就把我的床破好 看见他姐俩躺在床上 唠唠咳 耍着我的视频 在这一刻 开心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我 等我回到床上 他俩也睡了 听着雨声 我追会去 大林旅行三年多 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